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深入探讨一本非常有趣又有蠍视性的书 《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拍金包》 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上东区我底观察 作者是温斯代马丁 这本书不单只是一个回忆录 它更是一项人类学研究,一面镜 反映出纽约上东区的母亲门独特的小宇宙 作者温斯代马丁 凭着他的人类学背景和敏裕的观察力 带我们进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曼哈顿Park Avenue经常被视为财富和特权的宝女 通过新的镜头被描绘出来 一个显示着住是果渡的人 复杂的社交行为和仪式 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上东区我底观察 深入探讨这些女性的生活 将她们的社交动态和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比较 作者的写作尖锐、基治 有时候又非常坦白 她不被委讨论这些女性面对的巨大压力和期望 从维持完美外表 到为她们的孩子确保进入最顶尖学校的位置 但是这本书不仅是一种批评或揭露 而是一个转变的故事 作者最初是一个局外人 逐渐融入到这个独家社区 她的旅程是一次自我发现 挑战先入为主的观念 并且是一个最初似乎难以进入的世界里面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 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 上东区臥底观察并非毫无争议 批评者对书中的准确性 和作者对这些女性的描绘提出问题 重要的是要指出 虽然作者的作品基于她的人类学专业知识 但本质上 她是一本回忆录 反映的是她个人的经历和观感 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 上东区臥底观察 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罪事 为我们提供一个窗口 可以窥探极端特权 和复杂社会阶层的世界 无论你将它视为一项严肃的研究 一个个人旅程 或者两者的混合 都无法否认温斯代马丁的书 是一本引人心思的读物